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去给大家讲这部黑暗戏的成文童话,故事的故事 影片由三个角故事组成,今天讲第二个故事,老妇人 从前有个欢迎无度的国王终日沉迷于女色 全国上下但凡有些滋色的女子都未收入了王宫 不过见识了太多美女都没有新鲜感了 直到这天,国王在宫中听到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她顺着歌声找了过去,发现了一个女孩 但没看清女孩的脸,女孩就进屋了 好色的国王怎么能放过漂亮的小姐姐呢 于是派人给女孩送了很多珠宝 但她肯定想不到,屋子里面住的并不是女孩 而是两个老妇人 其中的姐姐看到了这些珠宝,立即沉迷了 最后国王还亲自上门求爱,想一睹芳容 妹妹想解释,但姐姐为了珠宝,告诉国王 可以和她同床共枕,但她很害羞 所以有一个要求,要在一身人静的时候 并且不能有任何蜡烛的情况下 才愿意进宫陪国王一晚 国王为得到美人,自然同意了要求 之后姐姐让妹妹用胶水把自己松弛的皮肤都沾了起来 并裹成了粽子来到了宫中 和国王做了羞羞的事,可清晨 国王想偷偷目睹一下美女的容颜 没想到就看到了满身褶皱的老妇人被吓了一跳 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让士兵将她从城堡扔了下去 还好被挂在了树上,侥幸活了下来 更幸运的是,姐姐碰到了一个巫师救下了她 而且不知用了什么魔力 等她一觉醒来,竟然烦恼还童了 变成了婷婷玉丽的美女 刚好被在森林中打力的国王看到 国王见到如此美丽的女子一见钟情 便带回了王宫 不久后,妹妹收到一件华丽的衣服和一封请柬 原来是姐姐嫁给了国王,成为了王后 妹妹开心地来到宫殿参加庆典 没想到姐姐竟变得如此漂亮 于是她不停地追问姐姐是如何变年轻的 姐姐被问烦了,直接说自己把皮剥了才变年轻的 没想到妹妹就信以为真 为了变美,妹妹找到了一个皮匠 付钱让她把自己的皮剥了 而皮匠看到这些珠宝竟然真的同意了 但妹妹来到了山里一阵凄惨的叫伤后 剥好了皮 当然,这并没有让妹妹烦恼还童 只是得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自己 至于姐姐 年轻的容颜也只是昙花一现 皮肤突然变得衰老 狼狈地逃出了王宫 故事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选才欲童话五日谈 寓意为不要妒忌他人的意外收获 纵使有贪欲 但也别忘记心中的切齿 别被妒忌贪欲重逢了头脑 做了不该做的事 最终付出了莫大的代价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三个成人童话故事 乐乐会在近期更新哦 喜欢就赶快关注吧 感谢观看